花蓮縣內323站社區據點向市文件站 長青大學樂活中心全面停站到5月28日 花蓮縣府社會處表示 針對老人、幼兒、接友等弱勢族群 相關的關懷服務不會因此喊咖 也會提供關懷專線供弱勢使用 花蓮縣內323站社區據點 疫情影響全面停站至28日 花蓮縣府社會處表示 相關的關懷服務不會因而喊咖 據點至公電話問安服務不間斷 也會請社福機構盡量定時到宅送餐及發放防疫物資 社會處也會提供關懷專線038-225-178公落市使用 那我們將我們停站的據點 時間由元23號延後到28號 所以之前我們所提的長到據點 停站是5月17到5月23 那現在延長到5月28號 第一個呢是在街友的部分 那第二個呢是經濟弱勢的部分 那第三個是老門的部分 第四個是幼門的部分 那首先在街友的部分呢 我們列車的遊民朋友 那是俗稱的街友 那大概有30名左右 那他們的行蹤呢大家都知道 有一點漂浮不定或是固定的出貨 那這部分呢我們近幾日呢 也都配合高溫關懷和物資麻煩來接近來 來關懷他們 那並且宣討那個 防疫的一些措施 請他們來做配合 就是如果有托人家庭照顧的一個困難 不能請假的時候 那可以來向元收拖單位 就是元喔不要跨單位 元收拖單位呢 能夠來協商 希望能夠來繼續收拖 包括拖英中心 工作家人跟這個 交房 但是要注意喔 那個人數喔 真的是不要太多 因為像拖英中心 都有十幾二十房以上 那這部分呢 他希望呢 能夠好好的來協商 大家共同時間 我不是說我今天宣證 我們來同意 就個案的一個收拖困難的時候呢 那來拖英困難的時候呢 那你就 大家一量一量都把它送去齁 那這樣子也是 有存在一定風險的齁 請各位家長能夠來共同時間 陳家父也提到 拖英中心 通拖家園局居家拖育服務 即日起關閉到28日 增加不少家長的困擾 若家長真的不能向公司請假 可以和元收拖單位協商 請他們繼續收拖 不過一次人數不能太多 記者將幫眼紅領事報導